5月以来看见港股的气氛都不错 昨天北水回归反而见到要正流出 你如何预视港股未来的走势 会在什么区间上落 其实昨天见到北水回淋之后 看见港股反而是下跌的 主要见到港股在长假期之后升得七七八八 我觉得有北水吃虎走人也非常正常的策略 港股会去到什么情况才有支持 大概20,000点19,800这些位置有支持 暂时我觉得港股就不会跟随美股那样深入 因为之前好像昨天我刚才说过 港股来说其实已经跌了一个月 其实昨天大家见到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早段升超过400几点 但是很快就没力了 所以我觉得港股今天虽然会回头 但是20,000点这个关口就应该守得住 但是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我刚才也说过 美股今个月份在5月份应该有多大的波动 也都影响到港股的一个走势 因为传统五穷六主 因为整个5月份业绩又出光了 所有的利好消息都出光了 之前说内地放宽一个科技股的监管 之前也都升了800几点 去到21,000点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5月份再有些重大的消息 我就不见到有了 所以我觉得港股暂时来说 我觉得都会在2万点或者19,800 至21,000点这些区间就徘徊 如果想买货 在短期来说 我觉得有机会在19,800 这些安全位置 大家先去入市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大机会 如果急于入市 在跟别人斗抢 看到美团升了 那些人很喜欢美团升了十几个百分比 京东升了十几个百分比 去抢入的话 很大机会就真的坐艇收场 所以买股一定要有耐性 千万不要 暂时都是叫做上落的一个格局 暂时港股都未见有任何一个突破 不要急于入市 很大机会就会坐艇收场 另外有一个朋友在checkroom问 他说市跌成这样 现在是否应该要忍受呢? 你给她什么建议? 如果短线来说 刚才也说过 在二万点后会有支持 看到今天 我曾经见到股市都跌得比较深 但是在大概二万零一百点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多大的一个支持力 在那裡 最低都可以见到是跌到二万零二百点左右 相对来说 其实 港股也刚才我也也说过 港股昨天来说 已经由高位 由升四百变了转跌 其实前置下河一来一会已经跌了一千点 以这样的计算来说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美股来说在这两天 或者星期一或者星期二这些位置 不恶化 港股有机会反弹上去 高达20,000,800点这些位置都不出奇 所以20,000点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放手区域 都是那一句 大家检股一定要选一些强势的方法 不要选一些弱势的方法 其实有什么弱势的方法 例如找几个来看 9988,100,100,小米这些股票 大家暂时不要碰 就算看到美团这些股票 其实今天虽然有下跌 下跌幅度也不大 刚才也说过了 它是一个强势的股票 所以大家都要趁一些机会 看看它有没有机会大的回调 买入这些相关的股票 炒一些比较好的波幅 看看今天有什么大跌的一些股票 主要都是一些 例如小鹏汽车跌了8% 但我常常炒开的企则 例如1211,3690,9618 看看1211 1211 其实看到股价又不是好跌 都是达到3% 所以这一个股票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一个投资的板块 比亚特 因为它第一季的顺利 也有很不错的增长 而且看到3月份 它的销售量仍然维持10万架 所以比亚特 你看到很多其他的车企 例如小鹏 蔚来 看到它们的销售数字 已经是同比之下 和上个月相比是差不少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内地封城 影响到销售的数字 但是比亚特的销售数字 仍然都非常强劲 我觉得比亚特有机会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到220多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 一个投资的板块 就是叫做防守性高 它仍然都维持挺不错的销售数字 而且基本因素仍然都挺不错的 如果美股的话 就投资Tesla 从香港股来说 这只比亚特 大家真的没有错过 虽然每一手 每一手真的贵一点 可能因为只有500 要500股 都只要10多万 如果真的有钱的话 其实这一只是挺不错的 一个投资策略 相比之下 你见到 98、600 这些股票 其实见到 他们跌幅超过 今天跌幅8%左右 去到8.2% 现在去到92.5% 就是92.5% 所以相比来说 其实买车股 一定是首算比亚特 除此之外 可以看看是2845 2845是电动车的ETF 当然它没有比亚特 那么强 它的成分都有比亚特 灵德士代 錦风里液 这类的股票 所以来说 如果大家想分散一些风险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中国电池 在内地来说 现在暂时疫情也算是严峻了 但是上海的旧感染人数 已经逐渐减少了 但是北京又好像来了 所以来说 相对来说 对于一些电车股 其实见到它的销售数字 仍然有很大影响 这些股票 我认为中国电车暂时可以暂时 暂时可以暂时复权 因为内地来说 之后来说 那个疫情 都会有一天 会减慢的 是吧 好像香港那样 过两个月 都可以搞定了 其实都可以 所以可以暂时复权 所以来说 我觉得电动车这个行业 在这两年 仍然都有个爆炸性 一个胜伏 所以2004.5% 大家都可以留意 而且风险 亦都不会是 其他一些车企那么大 始终它是一个ETF 组合比较多 可以留意 好